不過我相信這些諮詢也不容易 因為一般的市民不去網民 我想對這些景點真的不太好了解 其實我也真的不太了解 譬如說 二次上的模仿大賽 那這些是否已經是 入了這個記訪 是否會有問題呢 剛剛的蔣麗芸議員不在 看完蔣麗芸議員 是扮演一個功夫的女模式 或者是袁秋模仿蔣麗芸 而是否又是這個慶況 或者剛才莫麗芸議員說的 那些不是反權 其實又是我們的問題